把我刚刚讲的这个类奥里面,这个范本拖拉过来,放到这个类奥里面去,copy过来 那这个名称有没有,你可以把它打开来,里面是空的,不过会有一个testview,testview的名称叫test1 那它的预设的颜色并没有变更,如果说你希望把这个颜色变更为红色的话,非常的简单 点它之后的话,在testcolor里面,把它改一个紧,f00,rgb00,这样移开来之后的话,这个里面的字呢,就会被你改成红色的 那把它改完之后,还要再做一件事情,就是说呢,我们在撰写程式的时候呢,你就把它改一下 把这个enjoy的开头把它delete掉,因为在我内部里面呢,我已经拖拉过来 会有一个,我这边好像有把它改了一个名称 我这边,我是把它改成这一个,这一个,这两个都可以变更 也就是一个是捉不当的一个view,一个是item的view 这两个也就是说呢,都可以拿来变更,颜色,那变更之后的话,你可以一样,可以把它点 点之后的话,你可以看到里面的话,就会有,我把它拖拉这个simple,spin item1 这个把它选起来,选起来之后的话呢,如果你将来再变颜色的话 比如说我这地方,把这个秀给各位看一下,因为我已经把它改成红色的 然后执行之后的话,你会发现,本来不能变更颜色的话,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变更颜色了 有没有,这个时候,各位可以看到,我刚已经把这个颜色变更了 对,所以这个时候的话,颜色就被变更为红色的 OK,这里稍微比较复杂一些些了,主要就是说,如何把外部的范本放到里面来 第一个,特别注意,我刚刚用的,重点提示,第一个,create from resource 这部分可以在云端上面看一下,第二个的话,把这个地方,外部的范本把它拿进来 那外部范本放的位置,记得这个路径稍微长一点点 在我们Eclipse 422里面的,这个NJSDK的window,底下有个pattern forms 版本的话呢,记得是10的版本,2.3是10的,data底下的res,底下的layout 然后呢,你就找那个,应该是这个,simple,我刚好像拉错了,应该是往下,simple,这个spin item 这个,应该是拉这个才对,simple,这个spin item,把这个拉到你的什么 你的专案里面的layout就可以了,把颜色变更 将来,你那个spin呢,就会变更,啊这个,你觉得想说,为什么这么麻烦,没办法,MVC架构就这样子 那这一题,在症状考试题目里面,也有考到,也就是spin呢,你如何把那个颜色做变更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